或思念儿子恩恒长大了,儿子武官和杜江长得一模一样 像当年或思念黄毅闺蜜反目的事情,娱乐圈也是闹得沸沸扬扬,如今黄毅和前夫黄毅轻环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狗血剧情 但是或思念却走上了人生的幸福道路,和老公杜江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恩恒 最早认识或思念是从欢听喜第七仙女中的子儿开始的,虽然剧情很狗血,但是真心好看 里面的每一个公主都很漂亮,尤其以七妹似儿温柔贤淑和荣永的爱情也是羡煞旁人 可没想到的是霍思念却和黄毅因为一个男人展开了令人扎舌的撕逼 杨毅和黄毅从2004年开始恋爱,直到2009年2月,两人都朝着结婚的目标向前发展 可就在谈婚论嫁的当口,一次聚会上,霍思念与杨毅结实,两人有了互动,引发黄毅不满 黄毅与杨毅争吵,继而分手 霍思念后来公开与杨毅的恋情,并再三声明自己不是小三 不过,这段感情在四个月后无疾而终 但是霍思念是幸福的,在经历了失败的感情后还遇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杜江 并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,但是却有不少人吐槽恩亨掌的不像杜江,却神似黄毅的前夫黄毅清 结婚生子后,霍思念坦言自己完全换了一种生活模式 这四年,除了工作时全身心投入外,她的眼里只有老公和孩子 不过,关于恩亨长的笑谁的问题一直都是个传闻 不过最近网上曝光恩亨最近的照片,长相帅气迷人,完全是小杜江啊 所以网络上的判子也可以住嘴了 双眼皮,大眼睛,皮肤超好的小王子,这大眼睛和杜江的好像 长大的恩亨和爸爸杜江越来越像,也越来越帅,祝福他们一家三口 双眼皮,大眼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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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双眼皮,大眼睛,大眼睛,不过某些,弄断高等能否 双眼皮,大眼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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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全过程